大家好,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 播放平台《芒果TV》主演《沈宇杰》赵益青 过28集,每集25分钟 已完结,累计有效播放量高达2.5而已 简介,自古便纠葛不断 他们的命运因两位主角的相遇而再次交织 凤云,由沈宇杰饰演 这位即将成为朔云族世子西旧新娘的女子 却在婚礼前夕遭遇了命运的巨变 贺连熙,临传少主,由赵益青亲情演绎 她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 从苏迪手中夺走了凤云 将她带入了一个名为神术临时之境的秘境 这里,时间仿佛静止 空间里瀰漫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每一寸土的都蕴藏着过往的记忆与威胁之谜 在临时之境,凤云的世界被彻底颠覆 她那被施加了魔法般遗忘的过去 如同冬雨出荣的冰河,一点一滴的复苏 记忆的碎片开始拼凑 那些被尘封的往昔如潮水般涌来 揭示了她与贺连熙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以及她身为凌川族议员的不为人知的身份 随着记忆的恢复 凤云痛苦地意识到 凌川的覆灭并非偶然 而是与她过去的某个决定紧密相连 这份沉重的罪孽感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挣扎 贺连熙的出现既是救赎也是审判 她用深情与包容 试图唤醒她内心深处的勇气与力量 共同面对那不可逆转的历史 两人在临时之境中 重新找到了彼此的连接 他们的情感在回忆与现实的交错中经历了重生 贺连熙教会了凤云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而凤云则用她的爱 抚平了贺连熙内心的创伤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两个族群间恩怨与和解的桥梁 南巡据照欣赏 第二部直笔 播放平台 腾讯视频 主演 李牧尘 叶盛家 过24集 每集15分钟 已完结 累计有效播放量高达1.2 你明明也有记忆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直笔人篡改的 而奇异 渐渐 逆天命直笔启梦重生 苏云启的逆袭之路 在一个由文字编织而成的奇幻世界中 苏云启李牧尘饰演 一位看似平凡却隐藏着惊人秘密的女子 意外地揭开了自己命运的真相 她竟是某不论本小说中的恶毒女配 这个角色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 终局气凉 与幸福二字无缘 然而 苏云启拒绝接受这早已书写好的悲惨结局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她得到了一本神秘的命书 这本古籍蕴含着该写命运的力量 她决定 要利用这份力量 摆脱小说既定的轨迹 为自己争取一个全新的未来 她精心布局 每一个步骤都经过深思熟虑 目标直指小说中的男主角 陆怀叶盛家饰演 不再是那个为了推动剧情发展而存在的可悲棋子 苏云启以智慧和勇气 巧妙地设计了一系列事件 不仅成功吸引了陆怀的注意 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她对自己原有的印象 在这个过程中 苏云启展现出了以原小说设定截然不同的魅力 她不再是恶毒女配 而是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 充满智慧与坚韧的角色 她用真心和努力一点点融化了陆怀心中的冰山 两人之间逐渐萌生出真挚的情感 这在原作中是难以想象的情节 正当一切似乎都在按照苏云启的计划顺利进行时 她发现命书的力量并非无懈可击 每一次对命运的篡改都会引发蝴蝶效应 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她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幸福和自我救赎 并非仅仅依靠外力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内心的觉醒和成长 直笔剧照欣赏 第三部加东宫 播放平台 有故视频 主演 徐整整 林泽辉 共24集 每集10分钟 已完结 累计有效播放量高达8404.1万 太子殿下神规 死了 请太子妃炫葬 我已经有了身体 是太子殿下 简介 太子于妃臣林泽辉是 一位表明温文尔雅 实则深藏不落的皇室继承人 被迫卷入了一场政治联姻 引起郑国大将军之女 以南腰徐整整事 然而 这场婚姻背后暗流涌动 新婚之夜 踏入太子府的并非柔弱千金 而是代价而来的杀手越剑 其真实身份是受顾来中结 于妃臣生命的冷血刺客 越剑 身怀绝技 心思缜密 一入府便遭遇太子突然暴毙的经典 按照燕国传统 他作为为过门的太子妃 居随同太子一同陪葬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越剑迅速行动 意图于早已潜伏在宫中的组织 内营二皇子劫头 越剑猛然发现 自己一直视为盟友的二皇子 实则是太子的另一枚棋子 整个皇宫似乎都被玉非尘的影子所笼罩 驾东宫剧照欣赏 第四部大王别慌张 播放平台 爱奇艺视频 朱雁 土豆 吕炎 马旭东 王天放 张又为 叶刘 蒋 盐佩伦 唐小天 故事四集 每集二十分钟 已完结 累计有效播放量高达5993.6万 简介 林林大王的奇幻山岭 花脖子山的逆袭传奇 在遥远的东方 有一片被世人遗忘的神秘之地 花脖子山 这里居住着一群性格各异的小妖精 他们的生活平静而单调 直到有一天 一位名叫小仙林林 吕炎时的熊猫误打误撞 闯入了这片秘境 开启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奇妙旅程 小仙林林 北市山外一个活泼可爱 好奇心旺盛的小熊猫 因追逐一只神奇的蝴蝶 穿越了千年的结界 意外来到了花脖子山 它的到来如同一颗石子 投入了平静的湖面 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山中的妖精们 因它身上散发的不凡气息 误以为它是上天派来的大王转世 于是 一场啼笑皆非的误会就此展开 鸡血军师掩饰土豆室 是花脖子山的智囊 以其过人的智慧和无尽的 创意闻名与妖界 面对这位突如其来的大王 掩饰虽心生一律 但很快便发现了 林林身上潜藏的领导力 和无限可能 于是 这对看似格格不入的搭档 开始携手并肩 用智慧和勇气引领 花脖子山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林林和掩饰的带领下 花脖子山的妖精们 不再满足于隐移的生活 他们开始学习新技能 改良家园 甚至发明了一系列创新的妖术 来提高生活品质 从最初的混乱无序 到后来的井然有序 花脖子山逐渐变成了一个 充满欢声笑语 科技与魔法并存的奇幻之地 正当花脖子山的名声在外 吸引了众多好奇的目光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打破了这份宁静 林静的强大妖王 基于花脖子山的繁荣 欲将其占为己有 面对强敌 林林与掩饰带领众妖精 运用他们的智慧与勇气 设计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反击战 不仅成功抵御了外地 还意外地发现了林林真正的身份 一位拥有古老血脉的守护者 他的出现是为了 唤醒山中沉睡的力量 保护这片土地免受侵害 大王别慌张剧照欣赏 第五部少爷和我 播放平台爱奇艺视频 主演张哲华 詹星 共12集 每集20分钟 已完结 累计有效播放量高达3577.2万 简介 少爷和我 法师半妥 平行宇宙 多重身份 每次相遇都是一场喜乐会啊 故事到底有多欢乐 少爷和我聚照欣赏 第六部有秘密的他 播放平台 芒果TV 主演 丁泽人 丁然 过20集 每集9分钟 已完结 累计有效播放量高达3300 原强威 你愿意嫁给我吗 344.5万 简介 少女原强威 丁然是在调查姐姐死因的过程中 通过一封神秘邮件锁定冷峻富山安学虎丁则人士 他穿透层层阻力 终于成功靠近目标人物 却发现真相远比想象更复杂 有秘密的他聚照欣赏 比起不招惹 播放平台 腾讯视频 主演 李牧尘 赵一青 公二十五集 每集十三分钟 那要不要我找人去摸摸他的底 好 已完结 累计有效播放量高达2516万 渐渐 讲述一个假少爷和一个假歌女身处同一屋檐下 开始了相爱相杀 招惹剧照欣赏 第七部续言 播放平台 芒果TV 主演 柯颖 程磊 王泽轩 宋昭 故事八集 每集十分钟 你有中意的人吗 有没有做梦都想梦到的人 已完结 累计有效播放量高达196.8万 渐渐 拥有清诚之字的湘国府大小姐沈青宋昭一世不愿成为父亲维稳政局的工具 出嫁前夕强行与十七颗影师进行换联 换取一个全新的身份 十七颗影师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沈青的脸 替价的人正是自己多年前一见钟情的救命运人肖寒生成蕾事 续言句照欣赏 以上八部出全短剧 你看过哪部呢 评论区说说吧 泡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